好 可以 然后礼品出库 嗯 出库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这个仓库里面的一些东西不需要了是吧 嗯 你要把它出库点是吧 从仓库出 或者是从 总的这个库房 如果出来之后 要加到玩玩机里面是吧 嗯 你可以选的仓库 然后比如说你出库什么东西 比如说iPhone 8 是吧 它当天的库房是5个是吧 嗯 你出掉5个 这不是游戏机的话没什么出库吧 这不是游戏机 比如说你采购的娃娃首先要入库了 那你要给娃娃机里面去加娃娃的时候 你肯定要出库嘛 嗯 然后把它点去出库的 出库也是一样的 会产生一个出库单嘛 嗯 这样它就出 出库完之后呢 你现在去看他们这个仓库里面 嗯 它是没有东西的 你看这个库存都是零库 是吧 之前是5个库存 现在出了 这就是礼品的 礼品创建仓库 嗯 然后呢 礼品的位别设置 嗯 然后呢 以及添加礼品的准备 需要多少票来兑换 嗯 然后包括一些礼品的入库 嗯 还有一些调波喊点 是吧 嗯 那么下面的就是列表的形式 把这些 这些单全会以列表的形式出来了 嗯 嗯 这是礼品入库单 是吧 嗯 哦在这 这是什么 这是礼品入库 入库单嘛 出库单 这是礼品入库单 嗯 其实你这里面就开这个就行了 出库入库 嗯 那剩下的这一款呢 这是 呃 币的十币管理 币票管理 就是游戏游戏机加币 或者出币 是吧 嗯 这个其实就是辅助库房币的关系 库房取了多少币 库房财购了多少币 嗯 对于呢 加进去就行了 嗯 这有加币 币入库嘛 嗯 所谓币入库就是比如说你采购回去了十万币 全部要入到库房里 嗯 然后币出库也是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出了多少币 我要给机台去加币了呀 是吧 嗯 这个是给设备加币 比如说我们有对币机或者售币机 是吧 嗯 我给售币机加多少币 比如说我给售币机加了5000个币 我便去出库了 嗯 那售币机它售出5000币 售完之后 嗯 它就再收不了币了 嗯 设备清币 这个设备清币 比如说八台 今天营业结束之后了 是吧 我要把售币机的币要清出来呀 是吧 那比如说我清了 清了 清出来了500个币 是吧 我要把这个币入库 因为清了清完的币 我肯定也肯定在入库嘛 嗯 所以点一下它就会入库到这里 嗯 我估计它可能用不到 很少用这个东西 所以它是以卡头为主 这个方便管理 嗯 这是什么 彩票管理吧 是吧 嗯 彩票管理 那这个就是数字彩票管理 是吧 这款就可能用不着 因为这个是用了那个二维码的材料 嗯 还有那个电子币 嗯 然后 彩票管理完了 没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连锁 连锁管理 用不着吧 这个是需要我们的一个 连锁总部转件才可以的 嗯 操作员的全线设置 这个就比较重要 嗯 这是操作员的全线设置 嗯 这个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登录的这个界面是超级管理员的账号 是吧 嗯 那所有的功能都有 那么 比如说 我要添加一个收音员的账号 阿文 阿文 你把那些关了 我在那边陪训 比如说我要添加一个收音员的操作账号 我就选择收音员 嗯 点击添加 一个名称 比如说001 怎么 爱公号添加也可以 或者爱实名字 张参离四 添加也可以 嗯 登录的密码比如说1 1 是吧 添加好了 那在这就有这个登录的账号 嗯 那么001呢 我需要给他什么功能 我在这打钩就行 嗯 那这些功能稍后可以去收音员的那个界面 嗯 比如说我再添加一个002 嗯 密码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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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也是一样 那么早班呢晚班呢 我就可以和他推分看了嘛 嗯 谁上班就登录他自己的账号就可以了 嗯 嗯 这里面就这一项 嗯 就是划分权限 再没有其他的功能 嗯 那么这一项呢 这是什么 嗯 店内管理是吧 嗯 这叫店面管理 这叫店内管理 这其实就是店上的日制嘛 嗯 工作日制而已 这个没必要去管它 嗯 嗯 这个是 这是什么 商品信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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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那个商城的 这个你用不到的 又需要买一个设备 这个就是商城附近的周边商家 和他们去合作 把那个设备 比如说旁边有个服装店 把那个设备放在服装店 就可以用店外之类的游戏币去买 买衣服 嗯 这个你们可能用不到的 这个 因为没这个设备 嗯 这一款呢 就是一个是 加入荣 这个是